2021年11月12日 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 2.5261萬7千9百多 比上一天多了49萬3千多 死亡亦比上一天多了6488 到509萬4千8百多 今天是第一次 德國成為全世界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 增加超過50,000個確診 到492萬5千多 死亡方面多了200多人 到97,800多 現在大家如今所見到 德國近期每天新增的情況 的確增加上去多了很多 回到第二個新增確診的地方 美國多了43,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增加了500多人 美國現在總共的確診數目 就是4769萬多 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78萬人 英國多了42,000多個新增確診 英國多了42,000多個新增確診 確診數目現在是944萬8千多 死亡方面多了1990多人 到42,000多個新增確診 俄羅斯多了4萬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1,200多人 俄羅斯現在成為 今日最多死亡個案的國家 土耳其多了24,89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將近200人 烏克蘭多了24,7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600多人 波蘭多了19,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274人 荷蘭多了16,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26人 巴西多了15,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方面多了200多人 比利時14,500多個 死亡方面多了31人 捷克17,000多個死亡30人 法國12,000多個死亡17人 奧地利11,900多個死亡20多人 現在有13個國家的新增確診數目 是超過1萬 而在這堆13個國家之中 有美國、土耳其 不在歐洲 其他全部都在歐洲國家 現在疫情中心移到歐洲那邊 已經有8000多個新增確診數目 接下來第14個新增確診數目 依然是在歐洲那邊 就是意大利 多了8000多個 匈牙利亦多了8000多個 死亡多了130多人 越南多了8000多個 死亡多了84人 伊朗7000多個 死亡多了120多人 泰國749多個 死亡多了57人 克羅利亦多了7000多個 死亡多了66人 希臘6700多個 死亡多了67人 斯洛伐克多了6500多個 馬來西亞多了6300多個 羅馬利亞多了5400多個 死亡多了300多人 等等 等